顾菲菲 你是不是心虚啊 吴叔啊 我跟周慧明是谈工作 你说话的时候不要带刺好不好啊 周慧明 我现在怀着你的孩子 你还和他纠缠不清的 你什么意思啊 还是算了吧 高穆不会理我们的 不行 我绝不会放弃的 你要不愿意去 就在这儿等我吧 刀总 高穆先生 您好 怎么又是你 高穆先生 我也知道您特别烦我 但是今天我必须跟您谈一谈 希望您能给我十分钟时间 就十分钟 我希望您能答应我 谢谢 中国的女人 都像你这么执着吗 是坚持不懈 谢谢 我只给你十分钟时间 谢谢高穆先生 来 高穆先生 这是我们提出的合作计划 您看一下 将与我们合作 你们EAC有什么资本 与我们大业公司合作 我们有适合中国市场的设计图啊 这个我们也有 高穆先生 还是那句话 因为你们是外商公司 不了解中国的消费群体 还有呢 就是地皮的问题 我们EAC有信心 可以拿到杭州最好的地段 也就是俗称的地堡 开发区内快地 我们也能拿到 高穆先生 凭我们EAC在杭州的地位 恐怕大业公司这边 是没办法跟我们EAC抗衡的 好 等我回去 研究一下 谢谢您 那我就不打扰您用餐了 好 期待您的好消息 打扰了 打扰了 成功了 yes 菲菲啊 没看出来 你还真够有本事的 这高穆不傻 肯定能明白你的言外之意 我说的嘛 只要我认定的是 谁都没办法不答应 今天真是对你刮目相看了 yes 惠明 武叔 你怎么在这儿 佳佳请我吃饭 路过这儿 你呢 呃 我们来谈公事 嗯 就你和他 你们到底是来谈公事的 还是来谈私事的 你别乱说话好吗 薛总叫我们来接洽大业公司 现在大业公司的高穆先生 还在里面喝酒呢 不信去看 公司那么多人 非派你们俩来 够巧的呀 啊 啊 我们已经谈完了 你们聊吧 我先走了 顾飞飞 你是不是心虚啊 你 吴叔啊 我跟周慧明是谈工作 你说话的时候不要带刺好不好啊 周慧明 我现在怀着你的孩子 你还和他纠缠不清呢 你什么意思啊 有什么事我们回去再谈好吗 在这儿说清楚不好吗 飞飞我先走了 我们回去 哎 哎 你放开我 我自己会走 嗯 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 吴叔啊 你别再无理取闹了行吗 我无理取闹 我亲眼看见的 你还说我无理取闹 真的是薛总让我和飞飞找高木谈生意 你不信我也没办法 谁不知道薛灿喜欢顾飞飞 他会让你陪他去谈生意 好好好 行了行了 如果你不喜欢 我明天就去跟薛总说我不参加专项小组了行吗 你可别说是我耽误了你的前途啊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 你干嘛这么凶啊 我没凶 你看你青签都快爆出来了 你还说你没凶 别吵了 别闹了行吗 周慧明 其实在你心里根本没有把我当成你老婆 你要不是为了这个孩子 你不会忍气吞声到现在 如果没有这个孩子 我不输是死是活 你会关心吗 说呀 如果没有这个孩子 你会关心我吗 好 如果你非要问 我承认你说对了 那件事情让我对你已经心灰意冷了 但是我不想我们的孩子一出事 就生活在单亲家庭 所以我不会跟你离婚的 我也希望你能够替我们的孩子好好想想 哈喽 你怎么在这儿啊 听说你搞定高牧了 我就迫不及待了呀 我一路上心里都在想 我怎么能空手去见我们的大功臣呢 苏姐带花来了 你可真了不起啊 一天之内就让高牧松口了 谢谢你啊 表情不对啊 怎么了 没事 参业 谢谢你啊 真的 谢谢你 又怎么了 喂 方方啊 什么 妈住院了 我马上来 坐我车 好 方方 姐 今天是爸的忌日 妈可能想爸了 心里不太舒服 后来就说胸口闷憋气 就来医院了 妈 妈 威威啊 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你爸爸了 她才问我你的婚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 什么事 你肯定要得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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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要得到你 忙完就处理这事 是吗 是的 太好了 我这口气啊 算是倒过来了 阿姨 这气顺了以后啊 这肚子就饿了 阿姨 你们两个出去 给我买点吃的回来 对对对 快去 你去吧 走吧 姐 走 阿姨 您看 您顺过气来了吧 小菜 其实啊 阿姨身体没事 哎呀 阿姨 我就知道啊 你这么青春 身体肯定不会有事的 姐 小菜 你可真会说话 夸奖 我回来了 饿死了 洗手 我不带项目小组干了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就是不干了 我回设计部正常工作 这回也不和顾飞飞一起了 你以为这是好事吗 这不是你所希望的吗 这个项目是薛灿一手抓的 说白了就是他自己的班底 这公司一旦有什么变动 这些人都是他的核心力量 你这个时候被请出小组 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啊 你怀孕了 我不方便加班 就不再项目赌了呗 前段时间你不是也提出来过吗 他们不还是把你请回去了 这个时候拿我的肚子说事 绝对有问题 你别胡思乱想了 肯定没问题的 你是不是得罪薛灿了 我怎么会得罪她 是不是和顾飞飞走得近 得罪她了 我说你无步无聊啊 绝对有问题 你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我是关心你 你别到最后让人给耍了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之前我在小组里 你说我跟顾飞飞不清不楚 你跟我闹 现在我离开小组了 你说有问题你还跟我闹 你到底还让不让我活了 不吃了